基隆市长谢国良因为基隆东岸商场招商争议 连日来开直播发脸书喊冤成亲 但是点开帮他按赞的支持者们却意外发现 不止按怒比按赞的人还要多 自然专家陈寅豪进一步分析 拿谢国良日前转发赵少康挺基隆的这则影片来看 1348个按赞当中点进个人的页面 最后一则贴文是变更大头贴的人就有649位 分析这600多人其中高达20.6% 都是加入靠赌博为生的社团 专家判断假如这些不是假账号 那谢国良的粉丝就是有一群靠赌博为生 在专门帮他按赞的人默默支持他 通常来讲假账号的到头照他会不公开给大家按赞 又或者说他可能是AI合成的图 就是去特定的粉专按赞 或者他们都加入一样的社团 比如说这300个账号加入的社团都是同样5个 政治公管公司或者说有一种6个人以下的 政治公管的工作室 那他们会提供大量的假账号 长年研究网络现象 认知舆论作战的立委沈柏阳分析 这可能是政治公关公司在带风向 有些点开页面没有资料 有些只有大头贴 有些就连照片都没有也没发文 是假账号的几率都很高 风波持续延烧 进来金龙的地方社团 更发起罢免市长的行动 脸书还有罢免谢国良 我受过他跳票的活动开办 吸引千人加入 金龙市议员就分析 谢国良现在就是用假账号 再搞政治操作 说真的完完全全在我们自己 党籍的政治人物的意料之外 我们没有想到说 对于谢国良的民怨已经高到 会有人希望能够罢免他 但是谢国良市长现在这个时候 马上要挑起这个蓝绿的对立 政治的对立对决 来做这样子彼此罢免的这种 要更多这样子的人来帮他战虾 所以他现在确实是在操作一个脸书 网络上面的一个舆情站 谢国良上任不到一年半 罢免声浪起 如今又卷入假账风波 争议不断 民事新闻林静全英零 钟德铭鸣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